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咖啡沖主攻略月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給水大小影響風味的六個關鍵點 這個發想是因為最近學長在上課嘛 然後大家很多學員在問一下給水大小的一些因素 那首先學長先跟大家講第一點 一般來說,你的給水越大 你的風味會比較容易偏酸還有偏清淡 那如果你的給水越小 你的風味比較容易偏甜 甚至如果太小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偏濃或是偏苦澀 所以我們有這個基本關鍵的時候 你在碰到譬如說這把咖啡它是偏酸的時候 適度的把給水變小是有助於解決你酸味的問題 那相對來說如果是有點苦澀問題的話 把水放淡是可以解決一些苦澀的問題的 這個基本關鍵有了以後你就會發覺說 它對給水的大小原來對風味的影響是非常有關聯性的 OK,那接下來第二點就是 每一個人的給水大小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 它是一個相對關係而不是一個絕對關係 怎麼說呢? 譬如說以學長來說,我的給水一般來說是比較柔軟的 所以可能對我來說每秒6克的水就已經算是大水了 但是可能對於有一些人來說 因為它的給水力道比較強勁 所以它可能每秒4克的水就已經算是大水了 因為它可能對於粉塵來說,它就會很快速就會穿過粉塵 導致你的風味就是容易偏酸 所以每一個人的給水大小是相對值的 就是你自己要自己去設定 這個水對我來說是比較偏小的 這個水對我來說是偏大的 然後再根據你喝到的風味來推敲說 我今天用這個比較小的水 那喝起來的風味是偏苦還是不苦偏酸 所以我要利用這個風味的結論來回推 我的給水再大一點或再小一點點 那最後你才可以判斷說 對你來說這個給水是大還是小 所以這是第二個重點 就是每個人給的大小其實並不是固定的 它是一個相對值 好,第三個部分是關於一個比較殘酷的事實 就是其實對於如果你是整體水偏大 導致於人偏酸一點 或者整體水偏小 導致於偏苦一點 這個問題來說其實都不難解決 因為你就只是把水放大放小 是簡單的 但最麻煩的地方在於是說 你的給水在你沖煮的過程之中 忽大忽小 譬如說我這一段水我想要給120cc 但是我可能前半段水比較小 後半段比較大 或者是其實我在一直繞圈的過程中 就是一下大一下小 那這個就會導致於你的風味 所以不會很明確的偏酸或是偏苦 而是整個就是一下酸一下苦 會變成五味雜成 那你的風味這是一個最不好的狀態 因為你整體喝起來會很奇怪 沒有線條 然後也沒有重點 會非常的雜亂 所以這是最不好的 所以我們在設定某一段的風味 譬如說這一段我就是希望它能夠酸一點 水想要放大一點的時候 就盡量在這一段裡面都要維持一定的水量 所以不要忽大忽小 一旦忽大忽小 喝起來就會很糟糕 這是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第四點是關於你的繞圈 因為其實我們在沖煮過程之中 常常會需要用到繞圈的技巧 但繞圈這件事情本身 它是造成你的給水變大變小的一個很重大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手沖壺跟濾杯 它還是有一個前後關係 離你越遠的位置的粉塵 你在繞的過程之中 壺裡面的水是會晃動的 所以就有可能離比較遠的地方 你會水會變得比較大 離地比較低的地方晃動比較小 所以你的給水就會比較小 導致於說你的外側一直水太大 內側一直水太小 這種現象常常會發生 所以建議大家 與其繞快不繞慢 因為其實你慢慢繞 它本身對於你的風味的影響會有影響 但是它的風味影響遠比你的水忽大忽小來的小 因為忽大忽小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我寧願你就順順的慢慢的繞 讓你的外側或是內側 它的給水是比較接近的 以免發生學長剛才說的 你的給水 因為給水忽大忽小 導致於你的風味無味雜沉的這個狀態 你的給水越快 事實上來說 你的給水可能是相對來說是更不穩定的 第五點是關於手中壺的選擇 就像當然我們都知道 像這種賀嘴壺 它的口徑非常的大 而且是賀嘴的 這種壺你在繞圈的時候 是非常容易給水會忽大忽小 那這是壺的特質 那如果各位 你已經買了賀嘴壺 那是你還是可以藉由練習 讓它的給忽大忽小 降到最低 那這個相關練習的部分 各位可以去看學長之前的影片 所以賀嘴壺當然是比較容易忽大忽小 而且要特別練習 但是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這種比較細口徑的細口壺 它就不會忽大忽小 這是錯誤的觀念 就像Fellow它的口徑相對來說 是中口徑 細管的 它當然會比賀嘴壺再穩定一點 但是不要小看 我的小水可能每秒只有3克 但我大水每秒可以到6克或7克 所以事實上來說 是兩倍左右 甚至超過兩倍的水量的同時 你不要覺得說這種壺 就是可以不用練習 你就可以很自由的隨便run 它就會給水就是差不多 這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只要它的管徑是有一點差距的 不是極小極細極細的管徑 它的給水就是會有力道上的差別 也就會有水量大小的差別 所以這個是還是必須要練習的 只是說相對來說 這種壺的練習的難度 會比這種壺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練的話 你還是會碰到這種給水大小 不穩定腦之餘不好喝的現象 最後一點是第六點 是關於如果你希望更數據化一點 希望更科學一點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大概知道說 我每一秒的CC數多少 一般來說如果你沒有一些特殊工具 你要測出每一秒的給水流速 基本上是比較難的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比較土法練高的方法 就是準備一個電子秤 然後準備一個濾杯跟下壺這些東西 都是日常生活都會有 然後你要給水的時候 你先設定大概是 好我現在設定我覺得可能是小水 好那我就用小水 那我要給水之前 然後就按我的電子秤按下去 然後就直接給水 然後到10秒的時候 你看看你的給水 大概是幾CC 但是這10秒鐘的過程之中 你要盡量的維持你的給水的穩定 像我希望這是10秒鐘是50.7CC 所以可以看到說剛剛的給水大概是每秒5CC 它是一個相對的 因為其實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相對值 不是說你每秒一定要百分之百五CC 代表說是絕對是正確的 不是這個觀念 而是說這一把我覺得OK我每秒5CC 我覺得對我來說可能是中水偏大一點點 那下一秒我自己去思考一下 那我希望我來設設看小水 那我就試試看目標是每秒在30CC到40CC之間 那我就10秒鐘的目標只有30到40CC 所以我就可以試試看 好準備給下去 好這個水你就認真的看你的水 然後去把它記住去觀察它是不是每秒是30到40CC OK10秒OK45CC 所以比剛剛的略微小一點點 但是可能還要再更小才符合我剛才所說的設定的3CC到40CC的目標 所以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自己推敲出 比較屬於你自己的小水中水大水定義 那這是一個簡單 而且大家不太需要添購其他器材 但是確實對你的給水的準度是有幫助的一種方式 當然你還是很專心 專心的去看你的給水 不要你在10秒鐘的過程中 如果你都忽大忽小的話 那這個方式就會失敗了 所以這些方式都還是要建構在一些你的基本練習 你的給水盡量穩定一點 那如果你還想要更精準一點的話 可能就要選添購一些有流量功能的電子秤 那這個部分如果夠有興趣的話 我們在之後的影片 我們再來為大家介紹一些關於流量的一些工具 那以上六點呢 如果你有清楚觀念的話 你就會發覺說 原來流量跟你的風味是很有關聯性的 你只要能夠弄懂流量的秘密 其實對於你的風味來說 它的精準度 它的可控性也是會大大提升的喔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卡拉麵送中工具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